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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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吐石泥流不断地宣泄而下 沿路好几处的地方都出现了山崩 吐石流直接从山壁上宣泄而下 造成了道路跟交通的中断 高雄山区这里雨势是有比较缓和的 但是可以看到现场老农溪 还是滚滚黄水十分的湍急 因为昨天整个从下午开始到夜里山区 就已经达到了红色警戒 雨量是一下子就降下了400公里的雨量 因此这个吸水还一度的暴涨 两名远景红虫男和张大浩 执行寻迁请勿 这一趟却成了死亡之旅 两个人来到戏址农会前的巡逻乡 没想到死神就在此埋伏 还来不及思考张大浩脖子被人换了一刀 鲜血直流 连拔枪的力气都没有 红虫男配枪被夺又凶被刺 开枪的两名凶弦根本有备而来 戴着全招式安全帽 逃逸中在铁路平交道的栅栏上 留下了指纹 再加上案发当天 细纸的空屋中发生了火警不单纯 原警找到了火警后留下的灰烬 破案关键出现了 墙壁来行南投县浦里镇也下起磅河大雨 捷径人员在空地忙进忙出 往里头一看拉起封锁线 就是泰姓夫人被杀害气势的地点 泰姓夫人平常担任美容师工作 18号她告诉先生要外出工作 结果就失去允许 警方从通联记录查出阳性男子涉嫌重大 他和死者因为打麻将认识 警方怀疑凶险因为得知死者习惯将大笔财物随身带着 才会借机劫财最后还将人杀害气势 穿着运动外套走路还有点恍惚 他就是7月23号台风天夜闯友人家中 开墙射杀朋友的扼杀 为了钱要杀人家负责 嫌犯错号黑龙为了借钱喝酒过到朋友家 两名友人当时正在客厅喝茶 不愿借钱他竟然拿出手枪射击 一名男子倒在血部中 右肩还不停流血送医不治 明明友人也中枪七个月后死亡 台风夜杀人两分钟开了三枪 附近邻居以为是打雷 没在第一时间报警让嫌犯逃跑 好在警方接获线报 调阅惊试器进行攻坚 花了八个月终于将扼杀甚至一把 我们来看大雨大雨下不停 而且这次是就是说无语景的啪啪 就是很大的好雨 所以很多地方是积水成灾 而且你看到很多媒体在讲这一次美语的时候 都用炸弹的炸这个字 你就可以看到全台几乎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 昨天北北极大家说公车淹水 现在包含到中台湾还有南台湾 事实上很多地方都面临了现在 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石榴溪 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状态 这个已经不是叫吸水 这个完全就是你看那个旁边 水有没有滚滚风流 像那种黄色的泥土这样穿过去 那很多的这个桥面或者是路面 也因为这个吸水暴涨的关系 都把它给淹过去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斗南跟大陵的这个部分 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这火车知道吗 这天气楼 这天气楼 都没去啊 那你把这火车在走 那这个连走船都可以 结果他们其实从陆陆续续 从昨天晚上开始 甚至凌晨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接到通报 讲到说 这个铁路的部分呢 事实上都被水给淹过去 那像在嘉义包含阿里山 它那个阿里山的小火车 还有它那个支线的部分 全部都停死掉了 那有很多的路段呢 就做这个预警性的先封闭起来 那包含到什么 包含像云林这个地方 云林的地方 那一样是这个鲍鱼水淹路面 而且楼都淹到半楼高 你知道 结果那个 那个生产雨民众拍下来讲说 我跟你说 你现在画面上面这个淹过去 还有人发现到连加油站都淹一半 你知道吗 那好危险 完全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 这哪一个是路哪一个是这样 你说这个水要退 要多久的时间才能退 第二个就是你水要退 你看那车整台 跑在里面一边说歪你去 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个座大水 我跟讲农夫他最辛苦 像在彰化有个瓜农 他本来在志强大桥 边要进那四櫃你知道吗 想说要去淳 这个淳一淳的 我真的去 因为他水其实很快就这样淹上来 那我们一开始 其实我们也要跟观众朋友讲 当你发现到水淹的时候 千万不要侥幸想说 我再撑一下 因为那个速度是你很快 所以你看他本来是到水的 那个角的地方 突然整个暴涨 还好他旁边有个小的沙洲 就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 一个瓜农受困 派了十台车 三条船 二十几个人下去找 找了一个小时 才想办法把它给救上来 你就可以知道 就说你这样一个人受困 出了这种问题 那如果多人受困怎么办 那你讲说 刚刚任俊讲的 全部都是在平面的地方 那在山上 山上这个南投的翠华部落 他整个道路摊坊 因为那其实本来有一个 那个例行的产业道路 结果一朵就已经先崩起了 你知道吗 只想说崩起了 他出路就也特别小心了 结果没想到其他另外道路 全部都断 那断了之后呢 现在是稍微有点水退 可是你想想看 他们就变成孤岛 两百多个人困在那上面 而且它包含它什么 包含它那个路基的不稳 然后包含边坡的那些吐石 其实都产生很大的危险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在地面上 看到这些所谓的水焰的这个状态 在彰化 同样是状态你知道吗 居然能讲说 人家说大怒神大怒神 现在拍到大雷神 雷公发威 画面上面你所看到有没有看到 那个雷直接就打在这个民房的后面 我们很难得看到这种情况 但问题是 这个时节怎么会有雷的出现 我觉得好恐怖这画面 你哪有看 你讲啊 讲它拍得真清楚 你不要看到一道光芒 真的雷神索尔罗 真的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这边讲 摄影棚里面讲得很轻松 可是现在当地的观众朋友 还有现在受困在水里面的观众朋友 听到我们讲这些画面 其实我相信内心是五味杂成 其实昨天有个画面有看很心酸 是我们计程车司机 他早上坐多少 其实他也知道 他说他的车已经就没那么多了 就是那个小黄司机爬出来的那一个嘛 后座那个先生已经先跑了嘛 对 没错 他不敢嘛 他在手里的车 手里的车要做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难过嘛 对 而且你知道 这他的财产 他后来他就讲说 因为他年轻也大了你知道吗 他本来想说那个车子再去修 然后他还想要继续开 特别是有人命的时候 人命关天 这个时候大家躲在哪里 大家躲在家里 哪边安全哪边去 可是我们的俊杰大哥是 哪边危险哪边去 你看到这里就想说 是不是有土石榴 土石榴是最难搜救的对不对 那有一次就是新意 有一次那个河水暴涨 整个土石榴把村子淹掉一小部分 那我们要上去搜救 那也有居民被冲走 都知道也有房子整个被冲走 那我们在上去的路上呢 因为是晚上接到通知 我们从南部支援上去 那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 两个年轻人 晚上自己自己开车 结果车丟在那里 那泥巴 那个泥巴下去就到大腿伸了 丟的 我说你那么晚 你那天晚你进来要冲 你们家 你是什么 要进来看 看热闹吗 他说没有 他们家住在里面 他们爸爸妈妈可以在里面 好 那就一起进去 那就把他车子想办法脱困 然后一直走走 走到现在的信义相公署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比较高 没问题 那因为要过去他们村子 要过一条桥 那班队不一样 冲掉 整个冲掉 冲掉然后他就去到桥边看一看 然后又回头来说 因为我们有个那个简报图 看简报图说 大概在哪些地方 你们家在哪里 他说我们在这里 我说这就没了 这一块已经不见了 他指的那一个区域已经 整个被水整个就被冲掉 你知道那个两个年轻人 那个男的 应该是南方的爸爸嘛 夫妻 听这个位置 真的用耗的枯导 真的瘫软 因为最不急的 因为那个鸡水来得又快要急 可能一早五点多出发 一期而已 他看他们爸爸在里面 他把他修了 他把他修了 那个感动那种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感动 那个房子已经不见了 是 那既然看到爸爸妈妈 站在对面 那我们就赶快用流龙 就是那个滑锁让他先过去 过去之后 我们再问说 才问他爸爸 阿伯 你长先走出来 你那儿往往就住 你没在家 应该稍微讲 我们的想想是在家里面嘛 不会跑出来嘛 他说没有了 昨天晚上就 我们家的狗 我们家小狗就一直叫一直叫 我们的狗要拖狗 不要这样叫 他就出来用棍子打 他真的是 他说我用棍子打他 照叫 就是往外冲 他说不然把他扣起 扣起而已 扣起来 他说咬他的骨管 一直把他拖一直拖 不然还要打他 他干嘛一直咬他 对不对 他就一直拖他的裤管 然后一直要往外面跑 他说不对 这种状况不太对 雨又下那么大 是 狗 他就觉得那种 老猎人就觉得狗有天性 他有听狗的 然后 他就把他老婆叫出来 快点快点 快点 走走走 然后 一出去 刚刚一出去 一上坡 啪 整个就不见了 天啊 他如果 没有出来 制止那只狗的叫声 没有跟着那只狗走 今天看不到这个状况 这只狗他要怎么伺候他 家里的救命恩人 真的 这个 很难讲 很多件这种 像这种事情很多个 因为 就算他冲掉要找 我们也遇过那个 找到只剩下一些 小指头的 没得不疑 只剩小指头的 很多这个状况 有些心意的地方 只要下水 基本上都是找不到 对 所以通常土石流 发生在心意 几乎你们就觉得 做了一个心理准备 对 很难看到全失 是的 对于基隆的人来说 当然这次基隆的损失 非常惨重的 但是在这样的大雨当中 其实他们心里也毛毛的 为什么 对 没错 事实上在29年前 也就是在这个民国 77年的6月 那么有一天凌晨5点多的时候 那刚好有人 这个要来送东西 到哪里送东西呢 到基隆的五湖旅舍 也就在基隆港的东岸码头附近 要来送东西 一走进去的时候 闻到一种味道 这个味道像什么呢 很浓很浓 像铁的味道 像锈的味道 然后像血的味道 然后紧接着来 他走到柜台旁边了以后 他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呢 原来整个旅社呢 被杀了五个人 而且全部是歌口 所以他现场喷溅血迹 整个旅社全部都是那种 血的味道 血腥的味道 他一下下到以后 赶快去报案 赶快警方来了以后 就封锁啊 那么警方封锁了以后发现 那么包括死亡的人呢 包括他这个 五湖旅舍的老板跟老板娘 然后也包括一个应召女郎 然后呢 也包括一个卢丁 就是我们的女服务生 还有包括一个房客 他们各人 全部被那个撕烂的那个床单啊 把他们的两只手呢 反绑到后面啊 然后嘴巴这边把他弄起来 然后都是用锋利的刀子呢 一式开三刀 这种刀子呢 直接从气管这边 两刀这样割断 你知道吗 然后显然 这个人显然对这个刀 用刀那很厉害 因为他不是砍太多刀等等啊 好 那重点来了 那到底是谁干的 所以呢 除了封锁现场之外呢 因为基隆不大 就三成嘛 一边是码头 一边是三嘛 所以呢 下令全基隆所有的警察搜山 搜山了以后 果然在附近 基隆的有一个社区啊 他在那个草丛里面 发现了这个五湖旅舍的 包括枕头套 包括床单 一些脏东西里面有血 然后呢 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 那么警方意外发现 除了五湖旅舍之外 有一个枕头套 是另外一家旅舍的 那为什么会有另外一家旅舍呢 所以呢 警方就 因为在这些地方出现了 不属于命案现场的东西 警方灵机一动 部分的警力就在房间里面等 其他就扮演成waiter 你知道吗 就waiter 警方就传起服务生的制服了 然后就在那边等了 等 然后跟这个里面的这个女性的 那个服务生说 如果他们回来的话 做个手势 摸个头摸个肩膀 我就知道了 就登登登 真的回来了 有两个男的回来了以后呢 一个手势 警方就望中坐边 让他们上去 反正上面已经有人在等他们了 下面这边呢 就也一起上去 像他们开门的时候 就里面外盒把他给抓住了 抓到两个 然后呢 果然是他们干的 巡线再去抓另外一个 都二十岁而已啊 对啊 姓王的姓徐 这些这些 这些都只有二十岁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呢 因为后来发现 老板的表不见了 然后怪台一万多块钱 被这些抢走了 可是所得不多 为什么杀五个人呢 就搞了半天 这三个人呢 其中两个是海军陆战队的逃兵 天啊 他们是海军陆战队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 他们非常的利落吗 因为他们 如果你在特种部队里面 学过这种 等于说都会非常的 那个 那个胆子比较大等等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逃兵了以后 干脆三个人 一起来说 那我们去作案啦 捞点钱 反正是逃兵嘛 我们就要享受嘛 他们在做五湖旅社 五个人命案之前 已经到台北市的西门町 针对不同的旅社 洗劫了十六个人 这十六个人算你们 运大命好 你知道吗 要不然他们都一样被捆绑 然后嘴巴被用那个 等于说撕碎的这个床单 然后把他们绑起来 为什么说他们 算你们运气好啊 因为如果你是像这个 等于说五湖旅社 那就完了 他们是不是有挣扎 他们三个人事实上呢 后来警方有征讯他们 为什么杀人 他们三个人呢 想说 因为不是在西门町得手吗 所以旅社很好得手 比较偏僻的旅社 更好得手 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就这样子带着刀 来到五湖旅社 然后他们知道说 我要先松懈这个老板的戒心 我先叫小姐 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女社 都会帮人家叫一些 硬刀女郎嘛 来了以后呢 这个女孩子呢 就完事了以后 想要收一点这个夜肚子啊 就没想到 他就这个歹徒呢 就先抢他的那个金箱链 你抢他的金箱链 我说我坏的就是 甘苦的人才需要赚这种皮肉钱嘛 你抢他的金箱链 他当然反抗啊 他一反抗就没底了 就打了以后开始热 然后呢警戒而来 就把他棒了以后呢 我都抢都抢了 然后呢现在该怎么办呢 就里面就有人说 就把他杀人灭口啊 就这样子 从第一个硬刀女郎 开始两刀 然后进去了以后呢 老板老板娘 都还搞不清楚怎么现象 被三个人绑起来 老板还跟他还想说 你们要钱柜台拿就好了 你柜台拿就好 不把你绑起来 还要你的命 所以老板跟老板娘都杀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么一个房客 刚好听到有奇怪的声音 他开门来看了以后 看到连这个房客都杀 被追到厨房 杀死在厨房 因为听说当年 因为血流太多嘛 我刚刚不是说 闻到很浓的话 那个血腥味吗 单单为了清理现场 因为人抓到了 然后呢 也已经采正完毕了 这个地方还是要 必须要处理啊 所以请人家来处理 你知道吗 一个现场 到底来的 你说的 不是用水冲一冲 然后大家洗一洗 就OK了吗 对 清了五天 清了五天 那个味道还在 那个味道还在怎么办呢 那么先放着吧 放了以后呢 没想到一放 你看距离现在 都已经是29年了 后来只要一经过 有人一进去 还是闻到那个味道 还是闻到那个 像那个浓浓血腥味的味道 而且最离奇的是 我不是说上面 已经没有人住了吗 没有人住 还会有不时传来 关门声 传来关门声了以后呢 旁边高了就吹高雷啊 所以你就知道 很可能到一直到现在 五个被冤杀的 这些冤婦人 搞不好都还徘徊在里面 是 就是说从这个味道里面 是不是闻到一点 事有蹊跷 救难工作做很多的人 也知道 找人也要从味道下手 我们曾经就处理过一件 晚上 一到晚上 那个 就是白天就溺水了 然后 晚上去的时候 就听到乌鸦 企中心 市中心听到乌鸦 啊 啊 我说奇怪 这怎么有乌鸦的叫 这什么 是什么状况 乌鸦的叫 那在他 因为我是两条桥 他在落水 那个地方 就一直找 怎么找都找不到 水退到剩下 小腿伸也是找不到 到第三天 到第三天 一直 在他落水点下去 换了一批人来 换了一批人 第一个走过去没看到 第二个走过去没看到 第三个走过去 啊 穿什么衣服 我们就看 啊穿什么衣服 啊人家 前面两个没有看到 第三个扶在他旁边 是 对 为什么 而且我们已经找到出海口 用西瓜用什么 都找到出海口 就他在落水点下去 不到20公尺 就在那个地方 你们是丢西瓜下去看 水怎么流到哪个方向 家属要求说丢西瓜 然后民间传说 如果是西瓜丢下去呢 如果是溺水 西瓜丢下去到那个地方 如果沉下去 尸体就在底下 有这个传说 有这个传说 那真的有转 结果没有一次 没一次转 没一次转 这是一种传说 反而是注意到乌鸦在哪边叫 对 然后 很奇怪 那天就处理完之后 就是把它下午 已经黄昏下午 到第三天早上 都还听到乌鸦叫 到 找到他的那个 罹难者的尸体之后 嗯 怎么看 看不到乌鸦 因为我们一直听到乌鸦叫 但是事实上在那三天当中 也没有看到乌鸦 也没有看到乌鸦 但是就在那个位置 是 就是一直乌鸦 有乌鸦有在叫 所以你自己都觉得百事不得及 对 而且是 子文其身不见其鸟 因为我们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那条路已经来来回回 走了十几次了 人也下河去找了 找了三天没找到 结果换一批人来 第一个 第二个也没找到 第三个被他看到 就浮起来 是 对 好 我们来看看下雨 其实有一些人就是说 他那个精神不知道怎么长的 香郎就有一个雨天杀手 只要下雨就想犯案 而有一些犯案者呢 觉得说下雨 大雨滂沱当中 有可能是可以 趁乱逃逸的机会 对 那如果从电影 大概就是刺激1995 他就是用台风夜的时候呢 自己爬 爬 爬 爬出去嘛 成功了 对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 这是台湾版的 刺激1995 而且是真实版的 时间在民国89年的8月22号 当时有一个强台 叫比利斯台风 那一起在台东的 太原技能训练所里面 有关的四个人 分别是邱金莲 这些以下的这四个 那这四个呢 他居然不知道是从电视上面 就得到讲说 那暗的台风夜 会从台东这个地方登陆 结果呢 他们居然就趁着 那个台风的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真的跟他电影情节 你知道吗 他们先拿出 预长的小锯子 把那个床脚 那个床脚锯断你知道吗 再拿锯断的床脚 去把窗户给挟开 挟开了之后呢 因为下雨嘛 结果呢 他们就爬出去 那个窗户之后 就爬...爬...爬到围墙的哨所边 就大火 他们翻出去那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在马武枯溪啊 结果 那个时间点刚好吸水爆章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有研判讲说 这四个可能 去给挥水冲去啊 你知道吗 三天之后 逃掉了一个叫陈永松的人 他的那个尸体 在台东海边 去看发现了 昨天三个就找不到 你知道吗 这三个到底是成功了 对 还是又是 去给水冲去啊 不知道 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 在花莲有一个三战派宿所 一个远警被杀 然后躲枪 枪被抢走的时候 那是冠在里面 还有很多人没逃走嘛 有人就讲说 我跟你说 这个案子 他们都是邱金莲做的 因为他曾经讲过说 他要杀警察要抢枪 就是为了抢枪哦 你去被试埋嘛 这个是他里面的传言哦 有人传说有这个说法 但问题是什么 你就没找到这个人啊 邱金莲 陈俊南跟毛财宝 这三个人 一直都没有被找到哦 好 重点是这样 是 因为你如果是逃亡啊 逃亡罪的追溯期是十年 然后呢 你如果再加上发布通缉的时间 是两年六个月 你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没被找到 2013年的时候 法务部发了一个 就是他们三个逃亡罪的部分 因为你已经过了追溯的时间了 就给他发出了不起诉书 很多人就说 哦 这样这三个人真正是寄出去了 我这两个人就说 因为都没有找到人嘛 人家都寄出去了没什么事了 好 法务部特别说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三个他们这四个 这剩下这三个 所犯的罪行呢 基本上是 这个追溯期是三十年的啦 嗯 所以你现在接下来 又十几年的时间 你如果是找到 这个如果是抓到 也是要回家 可是现在就是没消没死啦 都没有消息啊 不知道是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还是真的到其他地方 隐意埋名的过日子了 没错 不过居然连杀警案都扯到他 没错 讲到台湾的警察工作 风险真的非常的高 有人呢 专门锁定警察来起呼 咱们平常有这块呢 而且动手是相当的凶残 是啊 这个在民国七十九年左右 我在中山分局的一个盘处所服务 那时候我 我们同事那一个同事 他是基优远警 是模范警察 那有一天 因为我们以前处理 那个被 就是我 盘处说过后 要处理案件 就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不是你一部巡逻车出去 四个人在处理 以前警察处理工作的 那个被塞工作的武器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不是枪耶 也不是警棍 哨子啊 蛤 那我们哨子 等于说他得罪了那么多业者 大家就很乞丐了 他油丸抓了 处理一个人执行 然后工具居然只有一个口罩 对啊 以前民国七十八九年 比比比比 等人就跑掉了去啊 以前我们带我们的学长 我们穿没牌子 你去哪有打架 不用啊 他本来打架才来去 哪有可能 现在人家在弄在打你 那种 以前是这样子教育的 所以以前 他的脾气是 连行棍都没有耶 都没带都没带 那就是 他取缔过的一家电动玩具 在中原街 趁上昨天那种大雷雨 摔好摔清楚 摔好的时候 打电动玩具 打电话到那个派出所 报告说 中原街电动玩具店 有纠纷 请警察来处理 他自己一个人而已 自己一个开着巡逻车 到了现场的时候 巡逻车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警示灯还没有熄火 就是警示灯让他跑 他自己一个人就下车 火山下来就下来 一进去里面的时候 两个人假装在柜台聊天 两个人在打电动玩具 另外两个人在门口 一走进去里面 门口的人 铁门就拉下来了 门口那两个年轻人 铁门啪啪啪啪啪都拉下来 他头一回的时候 打电动玩具 那两个人 开三刀拿出来 抽鞋 压着他 压着他脖子 总共六个人 压着他脖子的时候 一个人抓手 四个人 一人抓手串脚 Animation 四个人牆两季 抓住之后 把他袜子鞋子脱掉 是 警察制服扒掉 把他压在那个柜台 另外两个人 一个拿开山刀 一个就是那个 一开始还不小时是那个股东负责人 就在骂那个警察 骂我那个学长 骂完之后 另外那个人开始拿着刀 开山刀 从他的左手开始剁 天啊 砍 骂一句砍一下 骂一句砍一下 换右手 换完右手换左脚 再多右脚 剁了将近有三十几刀 就是两手两脚 剁完之后 那门一拉开 六个人跑光光 巡逻车还在 那边警示灯还在亮着 老百姓经过的时候 看到一个警察 躺在那个电动玩具里面 哇 这个血流满地 那个血流了 一两公尺的血 那个一打电话 到我们警察局 我们拍手来 我们火速 用跑的骑车的 赶到现场 哇 就看到 我们那个兄弟 躺在雪坡当中 整个制服都是血 整个裤子全身都是血 那整个脸色雪白惨白 眼睛往上掉 我们就不得了了 我们巡逻车还在现场门口 赶快把它抬了出来之后 那个血不知道从哪里指啊 那个血 没办法指啊 真的没办法指 我们另外一个年纪 比较大一点的学长 快点 拿胶带来 就拿那个宽胶带来 雪的地方先指起来 都指血 指了血之后 四个 两只手两只脚 指完血 一拉 那送去哪里 当时全中三分局最有名的 只要枪案刀伤的 送庆生医院 庆生医院一进去 哇 不得了 他血型就是AB型 通知全台北市警察局 保安大队 各同人员警 只要线上的 只要AB型的 赶快火速通通到 到那个庆生医院去 输血输了一两万cc 那要两万cc 那那时候完蛋了 也不晓得谁杀的 不知道凶手是谁 完全 他也不能讲话 还不晓得能不能救回来 那我们就锁定他的呼叫器 调他通联记录 呼叫器的通联记录 查到了 他在康乐街 内湖的康乐街 在那边租房子 那他密集的联络了电话 是在一个 士林的一个 那个闻林路那边 就想说这两个地方的电话 很密集的联系 我们另外一个单位 先火速到 那个那时候士行大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单位 那个很 消息很快 比我们还快 先跑到内湖康乐街去 把这三个人 就是这个祖谋者 把他抓到之后 另外两个 就是他的小弟 三个人抓到之后 抓到之后 先带到 当时的那个建国派出所 民权的派出所 换到建国北路那个建国派出所 先带到那个派出所去 一带去的时候 哇 那个不得了了 有六个歹徒 抓到三个歹徒 那三个歹徒 只要上班下班的 不行 哇 那个地方太醒目了 马上移到 移到那个长安东路 两段十一号 那个警备队 警备队人更多 一百多个人 就靠在那个二楼 领枪的那个地方 都还不知道 你就把它靠在那边 还没有开始训问 上班下来的 就说 这三个是冲什么 台南兄弟 台警察 噢 踩到三个了 下班回来说 这三个是冲 台南兄弟 台警察 噢 一手就摘过去 那三个人 光是被抓到 在靠在单位 还没有被 还没有被问到比例 那个可能铁牛运工伞要吃十几公斤 可能这四个人吃不好了 我还是不说要说打得好 那后来 那补一下 当时的兄弟一听到说 同事被砍成这样 还不想到我们会不会活命 他也不怕他 那时候根本就不怕他提出什么 伤害告诉我 所以幸好是即使有这么多兄弟 AB型的通通书写 书一两万cc的写给他 然后第一时间 这个医院也把它做得还不错 所以这起事件之后 他休养多久 两年 他休养了两年 然后就是说 手是可以做的 就是运作正常的 手可以做内勤工作 他现在就是做内勤工作 只能够做内勤工作 完全都不能做外 这是杀警血案 也是在大雨当中发生的 但是您知道 有人不只杀警察 连议长都敢杀 对 没错 这是台湾这个地方自治史上 第一位议长被杀 也是第一位副议长家里面 被丢手榴弹 还真的爆炸的 那这一位这个议长 事实上就是前高雄县的 这个县议会的议长 吴赫松 他被这个枪杀的时候 年纪只有45岁 那么吴赫松事实上 他早年的时候 就是跟七头 伯诺 平心而论这个人 是蛮讲义气的 所以在江湖上面 很多人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那么他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第一次选议员 就高票当选 当时在民国73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件事 那么调查局在屏东的林边 破了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起上百支枪械走私的 林边军火走私案 那当时破的时候 有一票 那一票人被查后的人 现在都是我们台湾 包括其中还包括 我们为台湾的地下首富 还有一些四海帮 还有一些大哥 全部都在里面 因为大家急之去买 这个菲律宾相关的枪械 那时候走私进来的以后 没想到被调查局查获 好了 那调查局查获了以后 那糟了 警方这边颜面何在 那时候还是警备总部 戒严时期 警备总部颜面何在 被调查局弄到了 那需要应该进来 已经他查到了 是走私进来的 之前走私的应该还有吧 对不对 要想办法弄一些来 他们找上谁 找上吴赫松 吴赫松就藉由他的关系 所以陆陆续续的 他就调了23把枪 已经走私进来的 不是他走私进来的 但是他就有办法 调了23把枪 相关这个枪支 给这个 包括警备总部跟警方在内 可以让你们做冲作绩效 其中三把 在一个人 你们一定认识 在许不了的家里面 起出来的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 取不了那个申请 根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说 他寄放的东西是三把枪 你知道吗 就人家寄放在他家 他就随便收了 有个东西借我放一下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 莫名其妙 到他家去 他们家里也吓一大跳 因为那时候 怎么会有三把枪呢 这样子 他外号叫 钢山之斧 他是谁的很重要的 装脚条 他就是我们前立法院 院长王金平 因为他自己本身 吴赫松也是属于白派的大将 当选了议长以后 那你要议长 就是一方之霸 结果就要参加很多的红白衣 这个婚线洗净 红白衣帖等等 那天他刚好去参加 他邻居的告别式 结果参加告别式完毕以后 走出来 书记把车停在 差不多要200公斤 差不多要50公斤 外面 要抹车回来 抹车回来 他就在等 道理来讲 其实他如果跟着去 可能就搞不好可以避开 那他就说 你得把车子 回旋过来以后 我再上车 就在司机去回旋车子的时候 旁边一台车 已经可能短了很久了 一个人的下来以后 靠近吴赫松 枪一拿出来 连续 六枪 六枪以后 他的司机很重 赶快跑过来 对不对 然后要去推拿着枪的 没想到 这个持枪的人 身体一伞 伞过司机 再朝地上的吴赫松 再捕一枪 他就是要让他死 你知道吗 七枪 然后刹一个 刹一个以后 赶快 司机赶快去看吴赫松 然后歹徒就上车 就扬长而去了 吴赫松送医院以后 就走了 台湾地方自治史上 第一个 议长被开枪 在光天化日之下 告别室的门口 被开枪打死 所以这件事情 后来就立刻去追 追了以后 更离谱了 他不要几个小时 要枪手自己来投案了 说是因为 背着光纯一个露宾车 因为一个露宾车是巴掌 因为吴赫松不准他排 常常跟他捣蛋 常常认为说 你不排在这边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气不过来杀他 可能吗 这个疑长是什么教室 尤其在道上 吴赫松是这么高的地位 你是一个 光纯露宾车是巴掌的 真好可能啦 假的 所以后来警方就不断地 抓抓抓抓 后来警戒而来 从其他人下手以后 到另外一个设案的黑道的家里面 连滚筒式冲锋匠都找到了 还有三把手枪 最后 祖贤已经逃到斯里兰卡去了 祖贤是谁呢 叫黄文忠 各位啊 菜堂吃菜 菜咖戏啊 黄文忠就是吴赫松 一手提拔的小弟啊 你知道吗 小弟 大月后想要做大哥 所以他要取而代之 其实记者在跑新闻的当中 又跑过 你就跑过杀警案 对 你跑那个杀警案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殊的体验 我们当时一到现场就看到一台 警用的红色机车 我知道大家一定觉得说 我是不是听错 讲错了 对 警用的机车应该是白色的 对 不 我看到的是一台红色的 我没有色盲 也不是灵异 是因为那警察红虫男当时 被歹毒砍的刀数是 无法计算 鲜血狂喷 所以把整个机车 瞬间染色变成红色 整个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 大白天下午 我记得好像是两三点 大白天天气非常好 可是我们到现场气氛 那现场气氛 只让人毛骨悚然 跟那种血腥味 好 结果到现场呢 非常安静 你要知道一个农会的后面 又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 重大的命案 附近又有那么多的住户 怎么可能会鸦雀无声 仿佛好像是一个戒节一样 就你进到那边 就整个人就被真空了 闻到血腥味 但是呢 我们进到这个戒节的现场里头 还是有看到两名派出所的警察 在那边 应该就是红虫男的同事 好了 恐怖的一幕出现 我们一到那边 你要知道我跟我摄影 是不知道现在状况如何 只知道有警察被砍 但我们到一现场 当然第一个想要知道的是 被砍的警察在哪 他可能还受伤在现场 他不定很严重啊 对不对 第二个 这个发生的案 案子的现场在哪吗 我们要问 直接呢 我们当时就看到那两其他在那 可是我跟我摄影都听到 有人在声音 这种声音 就是受重伤的声音 那一定 那很简单嘛 我们两个到现场 一研判就是 被砍的警察可能还在现场 正在可能跟刑事组的学长们 交代状况嘛 应该是这样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我们提到声音 没看到人啊 现场又像戒节一般的 这样子空无一人 只听到声音声 其他空无一声 是 我们就会两个派说警察 那两个派说警察 当时好像中邪一样 我们问他说 你没有听到声音的声音 我说 是有警察被砍 我们又问 我说 那警察还活着吗 他就摇头了 那我们一听摇头 然后我们再问 那你有没有听到声音的声音吗 我天哪 这时候空气已经为之凝结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吓到了 对 人已经走了 为什么声音还在 好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 后来怀疑 原来被砍的警察洪冲南 你们现在知道结果吗 他是被活活砍死 死在现场 既然车 对不起 救护车送走的时候 他已经订上现场 那我们现场听到声音是什么 我们后来有聚在一块聊 这是洪冲南的第一次显灵 我知道你们会觉得这是怪力乱神 对不对 怪力乱神吗 你听下去 对啊 你还要说第二次吧 各位 第二次显灵 这不是 就不是只是我跟我摄影记者或两个同事 大家的错觉了 这是杀他的嫌犯 王伯中 王伯英 这位兄弟党的 弟弟王伯英讲的 王伯英在这个刑事 集市组被征讯的时候 他直接跟警察讲 他说听说洪冲南不断地显灵 对吧 结果他说 警察问他说 你怕 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 黄伯英那么怕吗 因为当时黄伯英死不认罪 你知道刑事组的警察拿什么给他看 他直接拿洪虫囊的解剖照给他看 你说人不是你摄影的吗 没你看 是你摄影的吗 结果黄伯英把头撇过去 看都不看 这样子 然后对着镜头 对着警察说 人不是我摄影的 好 那还没 结果后来终究你最后都不拢 因为你哥哥都承认了 你还不承认 所以他最后只承认 只要承认 但承认之后 整个人仿佛卸下心房 他就跟警示组的警察讲说 听说红虫囊不断地显灵 对吧 好 我也告诉你 其实我在躲藏的这段情节 红虫囊有来摧 这些事情后来传到我跟我摄影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不是我们 只有我们看到 他说红虫囊去找这个黄伯英的时候 一样不断地呻吟 不断地呻吟 但是他说那个呻吟声 跟我们听到呻吟声 我们听到呻吟声是痛苦的 是哀嚎的 因为当时红虫囊男生为了要救张大号 可是呢 王文威听到呻吟声 是锁命的那种呻吟声 所以他当时看到解剖照之后呢 他头撇过去 其实他不是为了爱面子 是因为他知道 锁命的要来了 第三次的显灵 就是当时不是有警察 他的同事张大号是活下来的吗 张大号说的 他在医院躺的那二十几天期间 在二七 就是四月十号发生命案 四月二十四号 二七破案 领不领 邪不邪 的前一天 张大号说 红虫囊男走进了他的病房 你知道红虫囊男当时穿什么衣服吗 不是穿命上当时的警察制服 他穿着法官的袍衣袍 然后走进去对着张大号这样子 笑得非常的直想 这会儿没有谁赢了 你知道张大号当时看到 就对着红虫囊男的领 就讲说 我知道明天 一定要破案 对不对 因为那是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二七 宣布破案 床铺上处处是血机 红性男子身上两处刀伤 被旅馆老板发现后赶紧报警 金方到场后 男子什么也不愿多说 但头部及腹部不断见血 金方就怕他失血过多 找来医护人员帮他包扎 紧急将他送离 被砍了却这么低调 全是有原因 去年十二月 红性男子相约 江西女子两天一夜半游 价码四万元 但过了半年 对方迟迟还不出钱来 女子才会找来 有人拿手铐 西瓜刀 水果刀 将人上铐 砍伤对方 再拿走对方身上 要还的六千元献金 还有金项链 要不到钱 女子活动有人 要给对方一个教训 蓝色上一龙性胸鞋 满身是血 呆坐在前妻家门口 托律师大人已经在眼前 男子行胸口 只顾着低头滑手机 接着拨出电话 眼睁睁看着 被他砍到重伤的阳心男子 被送上救护车 毫无反应 行胸口毫无回忆 而砍杀的对象 是自己的前妻 和前妻男友 开资源回收车 为生的龙心胸贤 和26岁裴姓前妻 离婚一年多 裴姓女子就搬到 一样刚离婚的 科大助理教授 杨心男子 名下的透天措 住在一起 其实两人早在三年前 在按摩店认识 龙心胸贤 直到案发前一天 破解前妻脸猪 发现他早已经 和杨心男子互动亲密 胸贤不满 前妻和他 藕断丝连 又并结心欢 终于清晨找 前妻讨债 双方起真职 眼看前妻 或者杨心男友 也就是科大助理教授 让他促进大发 仅屋内持刀 砍伤两人 我晚上起来 拿饼干 然后我爸就不高兴 说我拿我喝个人 然后就说 我都没在上班 凭什么不在家里 胸口贴着大片 白色绷带 手指被砍断 原因竟然只是因为 没工作 无信老翁不满 30岁的小儿子 长期失业 久后竟然去厨房 拿菜刀 冲到儿子房间砍人 儿子的胸口 肩膀被砍伤 右手手指断了两根 爸爸砍伤弟弟 夹在中间的二哥哽咽 应该是父亲压力大 久后情绪失控 才会动手 这种要求听都没听过 这个人大半夜喝得醉醺醺 在夜店门口发酒疯 竟然开口向远景解墙 我尽快 我不尽快 我不是尽快 我尽快 他越讲越激动 甚至伸手要抢 远景一把拍掉 男子却更加失控 新一区夜店众多 都是警方的治安热点 脱续行为时常上演 但这回听到这种要求 还真是头一招 金爆新闻线 欢迎上线 今天的金爆追气令 我们要带你来看的是 老奖主政时期 大家都知道 四陵这个地方算是特区了 可以说是重军戒备的地方 但您知道吗 民国41年的时候 这里却发生了一起 惨绝人寰的灭门血案 这等于是在这个天主脚底下来惹事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东街到底是政治的仇杀 还是债务的纠纷 或者是其他不能说的秘密 详细的案情 金爆追气令 我们要请瑞德来告诉我们 台湾治安最败坏的年代 是在七零年代 但是在早年六七十年以前 如果台湾发生的凶杀命案 或是枪击命案 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 可是在六十五年前 台湾却发生了一件 震惊整个社会的一个 灭门枪击血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凶手竟然是一个警察 那么这一件又称为 台北的士林大雪案 那么这起士林大雪案 事实上他的凶手的名字 叫做李卫成 他是一个巡官 那么二十八岁的李卫成 当时任职于当时的士林分住所 那么因为去处理一件 夫妻之间的纠纷 后来在处理完这一件 这个家庭纠纷了以后 这个陈家的二女儿 那么就跟这个李卫成 两个人慢慢地认识了以后 就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刚好陈妇 那么因为虽然是大学毕业生 可是做生意失败 需要一点前周转 也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李卫成也透过他的人脉 向士林的这些有钱人 调了一笔款项 借给了陈妇 那除此之外 因为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女朋友 以后结婚了以后 有一个好工作 所以也运用自己本身的 这个在警戒的人脉跟关系 那么介绍了这个他的女朋友 进到当时的士林职场去任职 眼看这一段婚姻非常的美满 而且双方都有很好的一个职业 这本来是一场天作之和 家偶天成 就没想到李卫成有一天 也跟往日一样 跟着女朋友去散步的时候 走一走走一走 快走到这个陈家的时候 没想到他的女朋友 陈家的二小姐突然间跟他说 外面的闲话很多 都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然后看起来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一定不可能结合 不可能结婚的 不如我们就在现在就分手吧 李卫成那天非常不高兴 所以就来到了陈家 来到陈家了以后 他们那个陈妇还是一样 他拿不出一笔钱来 所以李卫成就非常不高兴 就要求陈妇写借句 你就写一张借句 这个言明说你跟我借了多少钱 那什么时候借的 限定什么时候还 那么那个时候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气氛 所以搞得现场的气氛 非常的僵 就没想到说 因为你一言我欲 突然之间李卫成 整个人眼睛突然间就杀气 就涂生了以后 就突然间把插在腰际的一把枪 他们大家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他来的时候 竟然还带枪 把枪拿来以后 就朝了这个陈妇的 这个包括头部两枪 胸部背部各一枪 四枪当场把臣妇给击毙 这一下子下了那两个 本来要当合适了 来学日语的两个人 下了一大跳以后 赶快往外跑 跑了以后就赶快去报警 然后除此之外 那么这个杀红的眼的这个李卫廷 李卫廷突然之间 自己本身就朝这个另外一个旁边 本来也在劝架了这个陈家大小姐 也开枪 紧接而来就朝自己最心爱的女友 逃到心脏的部位 开了一枪 那么再朝她的几个 这个两个弟弟也开枪 所以后来她的母亲眼见不对 要逃出去的时候 没想到就被这个等于说凶手 直接就在他们家的这个大门 外面的篱笆前 也开枪打死 凶手开枪行凶了以后 突然间发现自己驻下大错 因为现场就已经开枪打死四个人 包括陈家父母跟他女朋友 还有他的弟弟 然后另外大姐跟另外一个弟弟 在各身中三枪 在躺在地上哀嚎 整个血案现场全部都是血腥味 非常的浓厚 所以她发现她自己患下大错了 而她自己本身又是一个警官 怎么办呢 所以她先逃离了现场 逃离了现场以后 在士林的一个街道 越想越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 所以一枪就朝自己的脸上 棒打了以后 没想到子弹贯穿她的脸颊 她人受的伤 但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这时候因为痛 使她发现 我做错了 我应该去投案 在这个时候 透过了全省的 那时候台湾的全省的 全国的SEA等等 这个所谓的 后来的八号分机通报 已经知道李卫城 他犯下了士林的灭门大血案 所以后来警方就立刻逮捕他 然后把他给上号 犯下如实的一个大血案 而且造成了四死两重伤 所以立刻把李卫城 那么收押了以后 马上判死刑 然后为了当时 为了等于说 让整个社会治安 舆论能够平息 然后所以速审速决 就在李卫城犯下这个血案 一个半月后 祸述枪决 就把李卫城给枪决死亡 好瑞德 刚刚这起士林灭门血案 是顺利的侦破了 但是还有一起悬案 同样也是灭门血案 但是真相始终没有办法 真正的整个揭发出来 换句话说 死者到目前为止 无法明目 六条人命弃绝在血波当中 为什么迟迟无法破案 详细的状况 我们请瑞德来告诉我们 六十四年前的 凤山灭门大血案 那么当时的认识于 认识于反共复国 相关的这个动员会的一个秘书 叫做郭令旺 那么他呢 当年发生命案血案的那一天 他从凤山搭火车来到了 搭车子来到了这个高雄 干什么呢 找他当时的同乡 因为同乡两个人约好 要一起唱戏 两个人喜欢唱戏 后来呢 一起到酒楼去吃饭 他心里面一直忐忑不安 因为他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所以等到坐了车 回到了他凤山的住宅 门一打开 他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呢 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女儿 就趴在他的眼前 而且身上流了好多的血 然后再抬头一看 他的太太呢 在另外客厅的一头呢 也是全身都是鲜血 尤其都集中在 喉部跟脸部这个地方 然后紧接而来 另外一个女儿也是被杀了 而让他最感到心疼的是什么呢 一岁三个月的最小的女儿啊 没想到也被人家 割口给杀了 这个时候呢 他再也忍不住 赶快冲出去报警 因为他快要崩溃了 为什么 到底是谁 杀了他 这个等于说 一家五口几个女儿 四个女儿全部被杀呢 然后包括他的太太在内 是谁那么狠心 经过法医来验尸了以后 发现 原来所有的这个死者呢 都是被人家凶手 用铁锤先击打他的头部 等到他们晕倒了以后 直到的心脏停止 跳动了以后 才把他们割喉杀死啊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专业 而且非常厉害的人 要不然他怎么会懂得 要用这样的方法 让血迹不会喷溅呢 这时候刚好 那么本来任职于 这个郭令旺 他家里面的一个 唐姓厨师啊 穿着短裤跟汉衫 从外面走进来 警方问他 你能到哪里去了 因为他本来是厨师嘛 正准备离职 还住在郭令旺 警方在初步征讯了以后呢 用当时办案的技巧 跟方式问出 让这个唐姓厨师承认说 原来是因为他要离职了 因为要想要一笔退职金 而郭家不给 所以他心生不满 所以去买了铁锤 所以在用家里的磨刀 因为本来郭令旺 郭先生说要这个斩肉 要包这个肉丸子等等啊 所以那天本来 趁着那个郭先生不在的时候 跟郭太太要谈这个事情 结果没想到郭太太呢 因为不愿意给这笔鞋 所以他吵架吵架以后呢 用铁锤就把他给打昏了 打昏了以后呢 没想到他本来要逃掉了 结果没想到醒来了以后呢 他就把郭太太杀了 那几个小朋友 女儿全部都围在一起 都在哭闹 他不知道怎么办 就把他们全杀了 杀了以后呢 结果看到了旁边的小婴儿 因为想到斩草厨跟这四个字 竟然连婴儿都一起杀掉 这个是唐姓厨师 当时一开始的出购 可是呢 到了地检署 到了法院 全部翻供 所以这件案子 后来呢 因为翻供 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 后来就成为我们台湾 所谓的灭门血案史上 一件永远的悬案 这件案子是凌亚的 这个装儿是凌产的 就是凌产业的 这个装儿是凌亚的 这件案子已经不能辞在 是凌争的 是凌产业的 就是凌产业的 这件案子是凌产的 这件案子就算了